原标题 在民间的话所说的一样,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无论怎样都会有人在死亡的边缘试探,但是好在这些年,我国的反腐反贪工作做得十分的到位,在近年来,我国的各大贪官逐一落马,真的是大快人心的事情,何亏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个名字。 没错,他就是历史上的大贪官,在我国的清朝历史里面的重要人物,他当时被抓时查清贪污财产后,可以说是惊动了整个世界,他在职期间贪污的资产,可以抵得上国家几十年的税收总额还要多。 可是,在很久很久以后的今天还有这样一个人,他原来是政协补习,是当时在我国前南地区的关键大佬。 他能在官场上走到那个位置,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,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较高的官位上,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的,他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,靠着自己的努力,考上了大学走向了使徒,一步一步地靠着自己的苦力,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管围的巅峰。 可是,在未知的提升过程中,一定会伴随着各式各样的诱惑,特别是男人,金钱儿,女色啊,还有什么所谓的情谊啊,种种因素,都会影响到一个执政人员的人生走向。 定力强大的人,就会把持住自己,时时刻刻警醒的自己不会犯错误。 可是,在足够大的诱惑下,真的不是所有人都会党性那么的强。 今天我谈论的,就是这样一粒鲜活的反眠教材,这个人叫黄瑶,现如今已经被检察院查处完毕移交法院,经判决以死刑,管刑无期徒刑。 可以说,他是最有应得,据传言所说,黄瑶原本是一个非常清正延洁的好官,很为人民办事情,当时还是非常受当地人民的爱戴的。 但是,也正因此,他的仕途,可以说是凌晨的太阳一般,前途一片光明,官位,一路牵手,可是这个人也变了官知越来越高,却越来越不为人民万事,开始收受贿赂,肆意地向自己的口袋里敛财,并且还贪图女色,在外面可以说是花天酒地奢靡无度。 而且,后来,蔡本地的作风越来越张扬,以为谁也动不了他,自以为他的地位已经高到可以肆意妄围了。 可是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,我们的政府也不是能够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。 就这样,黄瑶被捕入狱。 可是,在查清罪行后,他主动认罪,知法犯法,身为政府要员,没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被判刑。 据民间传说,这个黄瑶曾经在自己当官的时候,曾经在外面养了十好几个小老婆。 并且那些小老婆,还会因为他争风吃醋,真的是疯狂至极,把自己当皇帝一样活着。 据说,他早上就把自己的儿子什么的移居到了,国外以此来保证后代的幸福生活。 可以看出,他官们的心思,还真的是很长远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